看看新闻榜 在此前香港站的魔术巡演中 刘谦开场就变出一架大型直升飞机 几经四座 而此次来到广州 刘谦也确认将会在演出中保留此项目 在五秒钟内变出直升机 给观众们最大的视觉冲击 特别就是这次会在台上 在五秒钟之内变出一台直升机 是真的直升机 众所周知 刘谦以近景魔术而闻名 此番挑战如此大型的魔术表演 难免让人期待之中 不免有些担心 不过刘谦表示 其实大型魔术才是自己的专长 而让他扬名全国的春晚表演 却因为受场地所谢 而不能称之为自己的最得意作品 最近来表演的一直都是大型魔术 我一直以来都表演的是很大型的魔术 只是在春晚上表演的是近景魔术 所以大家对我的印象都停留在那个上面 但实际上如果有机会来看现场演出的话 其实因为场地很大 所以表演的魔术大部分还是大型的魔术的 如果说直升机表演是惊心动魄 夺人眼球 那么催眠魔术则是刘谦直指人心的一次改良 不过如何挑选被催眠者 刘谦表示大有讲究 毕竟此人一旦被认定是拖 那么这个魔术的效果就大打着口 我们在现场的观众朋友上台来 然后利用催眠术的方式让他想起他上辈子发生的事情 真的 那大家就想到了 如果我这样找观众上台来 可能那人会怀疑这是不是我的拖对不对 所以为了避免大家会有这一层疑虑 我会现场会丢这个飞盘到观众席去 接到观众上台来 所以证明了完全是随机挑选的观众 既有直升机的惊艳登场又有催眠的悬疑环节 刘谦此次巡演可谓花足心力 而他也信誓单单地表示 刘谦出品绝无冷场 对我来说最重要是节目要好看 然后能够感动人心最重要的 那我可以相信就是从头到尾 大概有一百分钟的演出 从头到尾每一分钟都不会有人长 娱乐星天地 陈杰 广州报道